小朋友,你有看见桌上有什么东西吗? 那你猜猜看,我们今天要上什么课程呢? 没错,是颜色哦! 首先,让我们来热身热身吧! 画面中分别有红色、黄色和蓝色不同的物件 你可以帮忙进行分类吗? 那紫色、橘色和绿色呢? 我们的生活中,固满了像彩虹一般 菩菜缤纷不同色彩的物件 例如,绿色的玩具冰、红色的辣椒、黄色的小花、蓝色的牛仔裤、橘色的橘子和紫色的葡萄 你有没有仔细注意过呢? 接下来,让我们透过转盘的线索 以及你的观察 将不同颜色的情字放在相对应的物件吧! 小朋友,你准备好接受下一个挑战了吗? 在前面的课程中,我们认识了不同的颜色 那今天,调皮的老鼠跑到了不同的颜色中 你发现了什么呢? 黄色的老鼠跑进红色的颜料 红色的老鼠跑进黄色的颜料 红色的老鼠则跑进蓝色的颜料 颜色发生了什么神奇的变化呢? 原来,当不同的颜色进行混合的时候 还会变成另一种新的颜色呢! 接下来,藉由不同颜色的老鼠 放置不同的颜色罐子中 观察色彩的变化 变换出更多不同的颜色吧! 经过刚刚的练习 请你帮忙完成接下来的考验吧! 调皮的老鼠到底是什么颜色呢? 在课程的最后 让我们游戏进行简单的复习吧! 你能够猜到灯下 调皮的老鼠究竟是什么颜色吗? 让我们把课堂中发现的秘密 融入到未来的生活中 仔细观察 发现更多不同的颜色吧!